她是屬於違反了她自己區議員的守則 大家可以去譴責她 一個區議會的聲望是否受人尊重呢? 其實是好看區議員的行為 但如果我們區議員的行為水平這麼低 甚至屬於這麼惡劣去羞辱自己的市民 其實就真的很難看 我也很希望這種情況就不要再發生 也希望有關的區議員 其實她應該是向那些被羞辱的選民道歉 華中山大速的選民 國際委員會 同樣的區域 早前她是公職員 世宇的民進行公職員 首先她是做公職員後 公職員後她是公職員 和区议员的守则的监管 区议员的守则 第一是他在执行区议会职务时 要公平公正 就是他要对所有选民 或市民向他求助时 起码他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处理 就不是看一个用公帑 政府的资助的办事处 就是他用区议员的身份 作出这种严重歧视性的言行 第二他说明区议员要有诚信的问题 就是区议员需廉洁守证 揭成服务市民 确保行为操守良好 你写完一些这样的言语 我自己个人认为客观的第三人 知道他是排斥着一大批的市民 那批的市民起码有一半以上 而他是歧视这些市民 甚至是用羞辱性的语言 是不让他们进入他的办事处 是行为失当或者行为不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